一個抱身體 一個抬起叫這個身材嬌小的小男生 一下子就被塞到垃圾桶裡出不來了 校園霸凌的狀況石油索文 為了避免孩子們有樣學樣 新竹市大莊國小師生最近發揮創意 演出一個行動劇 希望告訴孩子霸凌是不好的行為 透過戲劇可以更貼切他們的生活 然後透過這個過程呢 其實小朋友他們是樂在其中 因為假設都是他們自己選的 那自己選的話他們的主動性會更強 然後老師跟他們的那個訓練過程中 其實氣氛比較和諧 經過這一次的行動劇 學生們不但搶著扮演角色 對戲劇內容也有充分了解 尤其是這次飾演被霸凌者的小男生 更是有所體悟 莫名其妙就被欺負 感覺相當無辜 就是感覺會很無辜 我什麼事情都沒做 然後結果就被霸凌掉 可以跟家長或是老師 還有限制防止校園霸凌專線 可以拨打請他們求助 大莊國小指出 校園霸凌的其實點 通常只是孩子們覺得好玩 但後來卻變成一發不可收拾 因此學校需要給孩子正確的觀念 除了互助合作以外 更重要的設身處地去思考 沒有人會願意成為那個被霸凌的孩子 有時候可能是只是覺得好玩 但是沒有去思考這件事情背後的 會造成怎麼樣重大的結果 或者是影響 所以我們不管是學務處或輔導處 我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孩子要重新去思考 如果遇到任何的狀況 如果你是他 你會怎麼做 就是要從別人的角度來思考 才會避免去傷害別人 國小階段的孩子除了霸凌 還有另一個常見的教育問題 那就是網路素養不足的問題 對此孩子們則是要培養正確的 使用科技的概念 加上獨立思考的能力 才能避免相關的網路使用問題 怎麼避免的就是呢 要登注網站之前呢 你要先看一下網站的網址 有沒有是不是正常的 或是你可以去詢問師長的幫助 新學期展開不到一個月 新竹市的各項教育宣導就陸續起跑 除了反霸凌以外 販毒 反黑以及增加網路素養的課程 主意增加 希望營造新竹市校園的友善美好 凱波新竹林彥斌 蔡芳報導